大批警車和救護車出動 一輛18輪重型貨櫃車 停靠在美國德州偏遠郊區 竟發現成堆遺體 重難人員到場時 車門半開 打開發現機滿人 至少46具遺體 有16人身環 不光12名大人 4名小孩 只是都很虛弱 無法自行走出 正值熱浪來襲 當天氣溫飆上 華氏103度 將近40度的高溫 讓車內猶如烤箱 疑似是活活被熱死 警方到場時 駕駛已經不見蹤影 初步調查 車裡多維非法移民 由於地點 距離美墨邊境要到附近 疑似遭到人口販子 惡意丟 堪稱歷來 最嚴重的非法移民死亡事件 邊境官員表示 中美洲移民被塞入貨櫃走私 今年暴增 目前已有三人入網 案情還有待釐清 TVBS新聞總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扩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